来 15号 曹婷 你好 美女 你说喜欢胖胖的 我可能就属于胖胖的 但是你喜欢唱歌的 我给你唱一首 想呀 曹婷一出手 相当有魅力了 给你唱一首《鬼迷心窍》 来 掌声有请 这个只要你真实地做自己 肯定会有欣赏你的姑娘 对 那他俩同配 同配了 你看他俩 个头挺形 他俩成有福气一下 要不然前两天曹婷还 都有点那什么了 都有点有点闹心巴急的了 对 因为啥 最近也有点闹心 因为受这个大环境的影响 然后我是做夜店演出的 然后就是没有活一直呆着 已经三四个月了 基本上就是天天呆着 而且朋友圈发一些 这个负能量的东西 我也知道是负能量 但是我最近就是挺难过的 挺难过的 而且对象就是 疫情期间还胖了十多斤 更上火 一上台 姑娘说我这个发型也没绕好 胖了 就是闹心天天 老闹心 你看这一心情不好了 觉得哪哪都不顺心 今天这缘分天使来了 一下子是不是感觉就不一样了 激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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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来我都凉了 咱把这首歌又新的唱一下 再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这个 那个谁 那个曹婷现在这种心境是什么样的 好不好 来来掌声欢迎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 平静的心拒绝在有浪潮 占了千次的情思却断不了 百转牵着它将我围绕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 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尘封再美也比不上你的好 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是闺蜜的心窍也好 是你前世的姻缘也好 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 如果你能重回我怀抱 好 好 没感觉镜头来回齐 他俩特别像 他俩常有父亲像 嘉欣觉得 刚才这一瞬间的这个感觉 我感觉好不现实 是真的吗 怎么就不现实了呢 对对对 就是感觉之前都是在电视上看到的 然后觉得现在近距离接触了 我觉得他比我想象中还要好 太行 太行 没有能行 我看到了希望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嘉欣的第二个整天 我觉得佟老板有着明星像 他跟我老是喜欢的孙宏雷的眼睛一样小 睁着眼睛 闭着眼睛没什么区别 但是我姥姥见上他 一定贼嫌恨他 但是我觉得他的体格子有点小 没有劲怎么保护了我呀 我是以结婚为目的来找对象的 所以你有没有车不重要 首先得有个房子 因为那是个家 你长得不用太帅 因为我惦记别人也得惦记 你好 童老板 你好 美女 你说我别的可以 但是你要说我没有劲 那绝对不行 听没听说过往期的女嘉宾说过我 别看嘉童瘦一身嘎嘎柳 我想PK一下的你男神 曹婷吗 我想跟俩掰下腕子 我有点不服你 咋的 你害我你吗 我有点不服你 我这不得让他俩手啊 这不得要 我这曹婷要掰不过他可完了 肯定能掰过 你这小体哥跟我掰腕子 我都怕你给你掰一屎哥了 说心里话 他要跟你的男神掰腕子 能掰吗 掰吧 掰 你轻点啊 轻点瞎手 你让谁轻点瞎手啊 我让童老板 你疼了 后头不是了 所有的朋友们见证一下 这偏心还能淹到啥场 童老板 王哥在这支撑着你呢 你确认没问题啊 没问题 我肯定有轻点瞎手啊 我要是童老板 我不下去 你赢了 我肯定好 照片 我好 我肯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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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好 我肯定好